从事手机设计工作已经五年多了 两年前来到了大象 在大象最深刻的感触就是 设计师的理念可以得到最好的诠释和最大的支持 很多企业会考虑到成本 工艺的难度以及量产性 从而最终在原始的设计基础上不断地做出妥协 最后得出来的产品不过都是一些中用的产品而已 但是在大象 设计师可以不用过多地考虑其他问题 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设计理念 为终端用户呈现出精彩的产品即可 我们在设计产品时会加入很多的前缘设计元素 再融合设计师自己的设计概念 来完成一个精致的产品 比如时下流行的金属元素 2.5D弧度平等 所有这些 我们大象都敢于尝试 并且最终都融入到了我们自己的产品之中 除了对前沿设计元素的大胆接纳 Elefone的设计 还体现在对细节的执着和追求 记得当初有个项目 就是为了让视觉 手感 以及耐用度 做到一个更好的融合 我们开了四套模具 打造多了20多个样品 来供大家选择 在大象设计师不用过多的考虑成本 以及其他的问题 只需要专注细节的提升与品质 我想这些 才是真正让Elefone 得到广大朋友认可的原因 我们设计团队 经常会为了一个倒角的弧度 一个后盖的工艺 一个边框的颜色 而反复研究论证 在效果图都无法给我们答案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安排食物打样 来寻找最佳的模式 我是来自Elefone的采购 张黎 Elefone对于每一个工艺商 我们都会到工艺商厂家 进行实地考察 以确保工艺商有足够的实力 提供高品质产品 我们在与工艺商签订合同的时候 也明确规定工艺商提供产品的品质 抽查不良超过五分之五的 我们都会整批退回 有过两次整批退回的工艺商 我们将不再采用 对于产品物料的抽查 我们也配备有先进的实验室来进行 例如冲头 我们需要经过实验室的 静点测试 跌落测试 纹波测试 等多达十几项测试 采购价格不是我们最关心的 品质才是我们采购的 重中之重 大家好 我是Elephant驻厂工程师雷贵辉 我负责Elephant产品的组装和QC把控 我们的产品组装有严格的操作流程和规范 每一位流水线上的组装厂的同事 在上岗前都必须接受培训 严格按照我们的操作规范来完成组装 我们配备了无成事 以保证组装中对于灰尘的隔绝 每个机型都有专业的字句 来保证组装的精确度和品质 对于产品的全检 我们也有详细的QC检测标准 每一位QC都会按照标准对产品进行严格的检测 我们的QC标准对于整个行业都是一个更为严格的标准 例如行业惯例是335 即允许有三个亮点、三个暗点或亮点加暗点不超过五个 但是对于Elefant来说 我们的标准是零 不允许有任何的亮点或暗点 为了测试的准确性 我们也专门配备了例如GPS信号增大器等仪器 除了常规的出厂检测 我们针对每一款机型都做整机可靠性测试 我们配备了专业的老化实验室和老化设备 对整机进行可靠性检测 可靠性测试主要包括环境适应测试 跌落测试、滚筒测试等 像环境适应测试下 我们就要进行高温老化、极限温度充电 吹尘砂石岩等等测试 从而确保机型的整体品质和可靠性